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今天開始呢我們會有兩節課的時間來帶各位看這個郵局短文的寫作技巧 那當然如果各位有志於去考郵局呢那我想在國語文這一科短文寫作絕對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區塊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個一件事情就是 之所以叫短文寫作 然後跟我們一般的考題類科叫做作文 當然各位有眼睛就看得出來這個字不一樣 那這個短文當然就指說篇幅短 但是篇幅短之外呢我們會有幾個寫作重點需要去注意 那既然是一個短篇的作文那我想各位必須在去考這個事之前 你要了解 那這個短文跟一般作文的差別在哪裡 除了篇幅之外呢 各位會有幾件事情在一個短文的評審當中會顯得特別重要 首先我想第一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那我們從小都會上國語上國文 那當然在這課程裡面呢 隨著我們這個學習階段成長 都會有一些作文的課程 在很多升學考試當中 也都會有作文這個部分 那但是我們可能也受過一定程度的作文訓練 不過我們老是聽到一個詞叫做 國文程度 國文造詣 然後很多時候我們在等到我們完成了學習階段 等到你大學畢業 那到了現在我們要求職 我們來考國家考試 來考國營事業的考試 那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可能在高中畢業以後 我們在中學因為要升學的關係 你在這個部分的訓練 會相對扎實 上了大學以後 我們只有大一國文 大一國文按照我們一般 普遍大學生的經驗 我們都稀里呼嚕就混過去了 那可能大一國文過去之後 你就很少再有機會 去接觸國語文 去接觸寫作 那所以你大概到你現在要來考試中間 已經有一段 三四年以上的空窗期 除了說你是平常在閱讀 或者有在練習寫作 或者你喜歡寫作的人之外 很多人你大概對於這個作文的訓練 都已經荒廢一段時間 那再加上我們這個國語文在很多考試當中 所扮演的角色是 共同科 所以 有共同科以外 當然就是有專業科目 那我想絕大多數考生的心態 總是認為 專業科目比較重要 那麼共同科 咱們就是 平實力 所謂的平實力呢 是一個 很吊詭的詞語 所謂平實力呢 坦白說就是 我不要準備 反正也沒有範圍 那到時候考什麼題目 我就臨場發揮就好了 所以對於這種國語文英文 這種共同科 我們幾乎就是 平實力就是 靠著過去我們在 學生時代 所累積下來的一些資本 那直接去應對問題 你沒有在這個準備考試的過程 裡面呢 去做更多的準備 或做一個更充足的應對 所以就是我們要見招拆招啦 那甚至把一部分的一個 考試結果 交給運氣 因為我們沒有準備 所以只能碰運氣說 到時候考出來的可能是比較是我熟悉的 或是我還記得的 那這個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那再加上呢我們過去可能更習慣於寫作文 對於短文其實 我們涉略的比較少 我們剛剛講喔除了篇幅之外 當然各位你寫短文寫作呢 我們在郵局的考試裡面呢 在我們的一個題目上 他都會去做一個篇幅上面的限定 待會我們看講義裡面就會幫各位把這個資料清楚的羅列出來 那當然這個字數呢會有一點浮動 那不過大約就是在這個300到500之間 目前比較看到一個常態 所以過去可能會要求250到350 那去年我們看起來就是300到400300到500 所以大概在這個篇幅的區間當中 當然這個篇幅絕對是一個重點 那當然他不是死的 比如說呢各位 假設過去我們規定你寫300個字 但是呢 你就是不小心寫了305個字 好 那可是你的整體來說篇幅也很夠 那一定夠你超過了嘛 那另外呢你的內容都是對的 文筆也很優美 那你覺得閱卷老師會因為你多出那5個字 給你扣很重的分數嗎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那所以這個篇幅呢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基準線 各位只要不偏差太多都OK 所以我們規定300到500 你只要寫到350、400、450 這都是一個合理的範圍 那所以篇幅各位就是要守這個規定 不要明顯的不夠 也不要明顯超過太多 那我們就把握這個原則 在接近這個篇幅的一個 Range當中 我們去做這個文章的撰寫 我想這是我們基本要去遵守的規定 那第二個呢我想很重要 那寫作短文呢 雖然叫短文 但是我們在過去的一個幫同學們閱卷的一個經驗累積下來當中所看到的 如果呢 我們把它當成一篇短文 其實各位你看尤其以前250到300 說真的300個字很少 我好好的講一段話可能就不止300字了 那而且甚至你們看過去的題目 比如說那種什麼 如何避免網路成癮 我要去談這個問題 說真的300個字很有限 你只能夠精準惡要的把一些 重要的辦法趕快提出來 你沒有辦法做太多的鋪陳或評論 那或者要你去分享一個什麼我的回憶 各位你只要稍微去回顧一個我過去一個有 印象深刻的故事的話 可能也很容易就超過200到300 那所以這個其實篇幅其實是 蠻不容易拿捏的事情 有些人呢不小心就超過了 所以各位你看 我要講問題是這樣子 當我把它當成一個問題 我去回答他 那麼很多同學我們在過去閱卷所看到的 你認為是短文所以你只有一段 你只有一段 啊有的甚至兩段 好 那不過呢我們在寫文章 不管是長篇作文還是短文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脈絡 那這個脈絡有時候也叫做架構 喔 那講白一點 就是你這段話 你要分成幾個段落去呈現 然後讓這樣的一個話題 能夠剛舉目章 而且能夠有 有效的連貫 那等於說我有一定的敘述脈絡 按照順序然後這樣深入淺出 然後把我的意見傳達給對方看到 所以如果你混成一段的話 比較不容易看出這樣的架構脈絡 那而且再加上如果我只有一段 就很像是你題目問我什麼問題 我來跟你談嘛 那如果你只有一段 你沒辦法分段架構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又是一種比較口語化的表達 就是呢你就是我手寫我口 所以你的文字比較淺白 比較生活化 那不像是一個書面的一種文雅的文字呈現 那麼整體看起來 就會像在聊天 就好像你問我這個問題我來把我的想法跟你聊一聊嘛 所以就很隨性的就是 把你嘴巴講的話用筆記下來 那就成為一種比較類似口述 變成一種漫談 如果再加上文筆很 很口語化 文筆不好的話 真的就很像我們兩個人在用手彈一樣 所以這會是一個比較不好的現象 所以既然是短文呢 我們還是把它當成一個 小篇的文章處理 所以我給各位建議 甚至我們把它當成一個定律好了 在這麼兩三百字 三四百字 四五百字 其實我們還是應該把它分成三段 所以各位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個 我必然要守死的原則 我們就規定自己 我一定寫三段 再去應對郵局的這三十分的短文寫作 我們要求自己 我一定寫三段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你混成一段 或兩段 因為兩段很難看出架構 所以當我只有一段跟兩段基本上你就沒有在分段了 所以有三段 還起碼看得出一個層次 那我們只要在 動筆之前 稍微花點腦筋 去把這三段切割一下 比如說我第一段就解釋 然後我第二段就寫故事 第三段寫心得 那這樣子我一段有個清楚的段落重點 那麼你的文章的架構就會被呈現出來 那跟我混成一段或者我邊想邊寫 我手寫我口那種 口述式漫談式的一種寫作 就有個很明顯的落差 有時候呢 兩篇文章的內容其實差不多 你分段清晰跟這邊苟成一段的 這樣子應該就會出現兩三分的落差 那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去把那兩三分 牢牢的抓住 那各位務必要把這一件事情 確實去執行好 再來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既然是短篇 各位就務必要聚焦 因為你沒有很大的篇幅讓你去鋪陳 所以你要直接 你要直接 而且焦點集中明確 所以你如果只有300多字 你沒有辦法再去把一個問題 分成好幾層去 逐一剖析 所以你可能只能夠鎖定這個問題比較重要的一個面向 最多兩個面向 我們去集中火力 探討這個概念 那這樣子我們看完之後才會留下印象 人家會知道說我讀完你這段文字 我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那如果呢你還是喜歡那一種 很多方面的談 各位你看這樣的篇幅 我談了三個面向 比如說你看 過去350個字好了 好 350個字好了 然後呢我如果問你一個問題 然後你要給我談三個面向 平均下來一個面向你只能分到100字左右 那這100字呢 能談什麼 我只能夠點到為止 那所以你就會顯得讓你的文章 變成比較表面 然後比較浮泛 沒有辦法讓人家留下一個深刻印象 或者不能夠提出一個很犀利 或者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你就只能夠好幾個面向 每個面向 匆匆帶過 點到為止 那這樣子很難去做深刻討論 所以有時候效果反而不好 再加上很容易變成流水障 如果你文筆又不好的話 很容易沒有流水障 就是你好像講了很多事情 但每個事情都是這樣子 一句話帶過 所以好像有講跟沒講一樣 就變成一大堆 無法讓人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流水障 那這個會非常可惜 那所以我建議各位你們在動筆之前 對於我這個題目 我要去寫什麼重點內容 各位在動筆之前 務必要深思熟慮 我想清楚 抓住那個焦點 我再來寫 那這個會是比較好的方法 那千萬不要覺得因為趕時間 所以題目大概看懂了 好像要我談什麼事情 講什麼概念 我就趕快匆匆下筆 那這有時候你沒想清楚就寫下去 那可能一開始就萬劫不復了 那所以我們要 把這個你要發表的內容 因為篇幅很短 所以說真的 你穩住氣 穩住正腳沉住氣 你好好想一想 其實 300多字 甚至400500字 那個都是一下子就可以寫完的 所以我只要想清楚再寫就很快 怕的就是 你沒有想清楚 就一開始有個靈光一閃就開始動筆 動筆到一半才要開始 繼續想下面 想到一半卡住 或者想到一半反正寫不下去了 這個其實有時候就很難收拾了 那所以應該把時間花在你動筆之前 這個 我要寫什麼內容 先確實規劃好 那把段落也分好之後 再去動筆 這樣子其實因為我們是 胸有成竹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 很清楚的寫作概念 當我把這個前輩作業完成之後 我要做的就只是動筆執行而已 你會比較流暢 比較快 如果你還要一邊想一邊寫 這會打斷你的思緒 那你會一心二用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很容易在這當中出現一些 你自己 無法預期的錯誤 有時候一邊想一邊寫 那個文字會錯亂 那甚至有時候發現扯遠了 那都來不及了 所以各位確實要去注意這個 你在答題上面的步驟 是想清楚再寫 我寧可在動筆前多花5分鐘10分鐘 你也不要動筆之後再出問題 我想各位這個觀念要建立好 就是我在答題上面的一個 硬考的你該有的一個心態 跟你去執行的一個步驟 那其實我當然知道各位考生們都會面對考試有一個 很強烈的時間壓迫感 不夠了寫不完了 不會寫 那可是如果你是真的 還沒想清楚我就去寫的時候 真的會出現很多問題 再來 第四個 各位要注意的是因為篇幅短 所以相較之下 你的一個文筆表現 就會更被凸顯出來 如果是那一種像我們考選部的國家考試 動輒要你寫個三面四面 一千多字 那 一千多字其實我們可以談很多問題 所以如果你的文筆稍微平庸一點 我就是 我就是平平板板的 我沒有一個很漂亮的文采 我只是把話呢 流暢的 然後清楚的表達 即便我的文字是一個很稀鬆平常的 但是我只要夠 清楚流暢 我能夠把話講清楚 然後把議題 談清楚 那這樣或許呢 在這個文筆的占分上 或許不會顯得這麼關鍵 但因為我們篇幅很短 所以一個 文章的文筆好不好 有沒有辦法吸引人 反而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焦點 那所以你那種 口語化的問題 用字潛詞不流暢 不優美的問題 那甚至有很多語併的問題 很多錯別字的問題 在這樣的一個短篇文章當中 更容易被 放大鏡檢視 因為我們一下就看完 你看就是一面 甚至 半面多一點這樣子 所以這個 文筆的表現會比一般長篇的作文 更容易被關注到 所以各位我想既然篇幅不長 而且文筆又重要 所以各位我們比起一般 你看我們一開始 想起說我好久沒寫作文了 我要來練習寫一篇作文 各位會有一個很 很大的抗拒感 那就好長喔 又臭又長 然後我又不會寫 你總會覺得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那就因為這樣子的一種壓迫感 導致很多人連 開始去練習都不願意 最後就是我們憑實力 我們放棄他嘛 那我就不要特別去準備 反正到時候在 習搞習丹丹丹 就是到時候我們在 隨機應變 你等於說就把命運交給未知了 現在既然只是短文 你只要寫個幾百字 兩三百字三四百字就夠了 那我想各位我們還是 好好的去練習他吧 你寫一篇也用不了半個小時啊 所以多幾次練習 把這個文筆磨練的流暢一點 甚至文雅優美一點 那對各位來說絕對是有必要的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看一下就是 我們在 短文寫作上面各位需要去注意的幾件事情 從一個 內容主題的聚焦 到對文筆的練習 到對一個你篇幅的掌握 到一個你段落的一個 切割 這幾件事情 對比過去我們習慣的那種五六百字 那種相對長篇 完整的作文 其實 你會有一個不同的一個準備方向 跟你要去表現的重點 所以我不是要寫長 而是我要 深刻 那我要焦點集中 然後我的文筆可能要更講究 那這可能說我們在短文寫作上要拿高分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講完了這一個我們的前提 接著我們就來進入到我們這個 課程的內容 講義的內容裡面來 我想我們在 這兩堂課程的規劃上面 應該會從幾個面向來跟各位談 但我前面在講這個四大原則的時候 其實 已經把一些重點 都已經在這邊給各位做了一個點醒 我們待會把我們往後這兩堂課 去分成兩個部分來跟各位做介紹 首先我們要去注意的就是 你去硬考的時候你該怎麼做 我現在真正去 上戰場了 我都已經要寫考卷了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像剛才點到的你要分三段 然後你焦點要集中 這就是你考試在寫的時候你要去注意的事情 另外我們要跟各位講一個就是 你的平時準備 應該怎麼樣去 讓你在一個未來上考場的寫作能夠更 架輕就熟 那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所以你平常準備工作要怎麼樣 才能夠做到充分 才能夠讓你有足備的彈藥去打好這場仗 這是我們需要去準備的事情 所以我應該把我們整個課程 從這兩個面向 來跟各位做介紹 好 那也希望我們透過這個課程的幫助 能夠讓你 在一個短文寫作上面 能夠更有把握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講義的第一頁 當然我們就要談到這個篇幅的問題 剛才講的就是 它是有規定的 好 那當然這個 我們看一下就從這邊的第一行後面 其實這個過去郵局是沒有這樣考的 當然在從107年開始 他開始在一個郵局招考的一個 考試制度上面 有了一些變革跟調整 那所以我們大概在郵局在107年 他規劃我們往後的考試的一個制度要調整的時候 當然他們在官方會進行一些說明 甚至放出一些範例來 所以我們這些呢都在我們講義的後半段 各位你不妨翻一下在第2頁 到第3頁 這兩個頁面你看到我從107年到111年 總共貼了 大概有十一二篇的作文 這個就是正式考試的題目 乃至於從107年開始後 那各位看一下他在 考試正式的去 發行 實施之前 他因為制度有改 所以郵局的網站上面有放了一些範例試題 喔 那所以就是他告訴你 我們的考試 在短文寫作這部分 未來在考卷上 大概會是什麼樣子的呈現 他就去做了幾個範例 那同時從107年往後呢 到現在啊 應該有將近4-5年左右的招考 那所以 題目量有大概10幾題這樣子 當然他裡面有分不同的類科跟直等 那所以我們把這題目綜合起來 各位你看一下喔 我們先看第一個部分就在篇幅的規定上面 其實是有在浮動的 從107年到110年 他相對是穩定的 各位看規定寫一篇 250到350的文章 250到350 這個敘述呢 比較柔性 所以大概在這個扣打就OK了 那 另外一個句法是 不得少於250 也就是250是下限 你要是不滿250 那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失誤 連基本門檻都沒達標 然後呢 也不能超過350 那350是上限 你要是超過也是違反規定 那雖然這兩個引號裡面的文字 他的措辭 那種寬延不同 可是至少 在這幾年當中 我們看到郵局的短文就限在 250到350 這樣的一個文字區間當中 那不過我們看的就是 最新的訊息 對 你看一下就是最新的訊息在111年的考題 試題的篇幅上有 建爭的趨勢 我們看到就是篇幅變多了 那這四道題目 111年我們看他不同類科裡面看起來 大概有四道題目 你看一下第3頁 我的人靜 論孤獨 傲慢與偏見 還有這個成長 在這四道題目裡面 你看一下那個 最後那一句話的篇幅規定 第一題的我的人靜是 300到400 到了111年的那個 第2格 是300到500 再往下又是300到500 然後最後一題是這個 成長 他又是約300 所以當然也許是因為他的一個 科目或值等不同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但是大約你會看得出來 那我們過去都是 250到 350 那現在大概就是 300到500左右 所以篇幅是有 逐漸增加的一個趨勢 那大概多了100多到200字左右 150到200字左右 其實 坦白講 這個篇幅 如果你去算百分比會很可怕 大約就是漲了 5成到7成 如果你算百分比的話 對不對 當然這個數字怎麼講 你看改善上多100多字不算多 可不可以講說多5成 原本300變400 多好多 所以各位 有時候數字的呈現 就是一種很嚇人的事情 確實 如果原本是大概300 現在變500 其實就是多了一半以上 那大概超過5成的一個漲幅 所以我們要去注意看看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現象 我們現在就是有一點在做一個叫 上下交商賊的工作 我們是考生 當然我是做一個補習班的授課老師 我要輔導各位考生 我要幫助各位考生 盡可能 更有效率的上榜 所以我跟你們在同一個陣線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出題方 就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要幹掉他 我們要打倒他 所以我們要去揣摩 出題方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才能夠去拆題啊 才能夠去抓到考試的脈絡跟趨勢啊 然後這個出題方也要一直出招 然後來為難我們 所以這是一個上下交商賊的一個過程 那所以我們從這個 為什麼我們從 今年開始 從上一次111年的考試開始 這個篇幅要一下子多出這麼多 各位當然 因為原本就很短 所以你好像說好像多了100到200 好像就多了大概快一半左右的篇幅 這好像多很多 可是各位其實說真的也沒那麼嚴重 我如果多個50 那應該就不要多了嘛 所以我要是我的 文字的漲幅沒有在100字以上 那麼這樣的調整是沒意義的 是沒意義的 所以尤其原本就是250到350之間 你還有一個100字的一個高低落差 所以如果我沒有讓他增加100到150個字以上 那我乾脆就不要調整 所以第一個是 他出題的心態 我既然希望你篇幅可以飽滿一點 我要是沒有一個明顯的數量增加 我多個幾十個字 那根本有條跟沒條差不多 所以完全不痛不癢 所以你要有感的增加 就至少要100 150個字以上 這我想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那當然這個只是表面 我們絕對不會只是 為了增加篇幅 而去規定你篇幅提高 出題方也沒有這麼無聊 那當然我們考試最主要就是要去 利用這樣的一個制度呢 在過程裡面從各位的答題 去篩選出各位的一個優劣 那從這裡面去比較高下 選拔出一個我們覺得優秀的人才 那所以我們任何考試制度的調整 都是為了更好的去評比 大家的一個程度 所以絕對是有意義的 那所以除了讓你篇幅變多之外 各位要去考慮一下就是 為什麼會變多 那這一點我想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去抓住對方出題的心態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那首先各位第一個 肯定的 我們 過去的考試制度是這樣 那我們在閱券的時候 就會看到考生們的表現 那有時候必須從考生們的表現 當成一種回饋 也就是說這樣的制度大家表現如何 它會凸顯出哪些問題 坦白說 我自己啊過去啊 有時候這樣補習班給各位做練習 或是考模擬考的時候 我也會發現其實會有 為數不小的考生 我們有時候常常 篇幅都會超過 也就是250到350可能 真的有點短 所以當我想把問題講清楚 一個不小心 就會超過 所以 可能過去的考生容易超標 那這樣子就會讓改卷子的人顯得無比的尷尬 可能我們規定你上限是350 你寫360 370 你 超過標準 我應該扣中分 可是 你的內容又很好 然後那300多字感覺也沒有廢話 沒有什麼太明顯一定要刪掉的文字 所以其實 就代表說 我們原本給的限制可能有點過於嚴苛 那所以很多考生會超標 尤其是 那些寫得好的文章 那如果你寫得好 我應該給你高分 但是你超標 我如果又給你高分 好像我們自己打自己嘴巴 因為這個字數是我們出題人自己規定的 所以 為了避免這個問題 我把篇幅提高一點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再來就是 當我們這個這麼短的篇幅當中 很容易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你除非一開始 我的寫作觀念就很正確 我知道因為篇幅短 所以我要集中火力聚焦 去討論一個深刻的中心主旨 如果我還在那邊鋪陳 還在那邊分階段 我就只能夠一個地方躺一點點 我就沒有辦法去深入論述 所以會造成 多數的文章 都是很空洞表面的 所以我們給各位更飽滿的篇幅 讓你有機會 讓你有機會 幫你想表達的意思 表達的清楚深刻一點 舉例來說 我們過去有些題目是 讓你分享你的真實經驗 比如說過去的一個什麼故事 那這種題目多半就是 我要從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去做一個比較 深刻的反思 看看這個故事 帶給我什麼樣的感悟 或者有些什麼樣不同的一種人生的启示 有時候這種感悟跟启示 才是真正能夠吸引到別人目光的焦點 有時候一個稀鬆平常的小事 我們卻得到了一個很大的震撼 所以有時候小故事也會有大道理 關鍵是我這個道理能不能夠完整的揭露跟闡述 但是因為有時候篇幅不夠 那我們光是把一個故事完整的敘述 好 就可能得花200字左右 那就會讓我們後面這個反而應該更深入被探討的東西 沒有足夠的篇幅可以去發揮 那當然過去如果規定是這樣 考生們自己在 事先在 答題規劃的時候你就要自己去拿捏了 當然很多人都沒做好 就是我們就是 你看嘛 沒有想清楚就是這個題目要寫這樣的故事 比如說一個旅遊經驗 一個受錯經驗 那我就想到有個類似的故事可以寫 我就開始寫了嘛 寫完故事我再來想心得 而且你也沒有多少篇幅了 可能就剩下幾十個字可以寫 所以 這樣子的篇幅 容易導致 我們很多數的文章 都流於平板 空洞 那所以我們出題者 才希望說 我再多給你一些篇幅 讓你在寫完故事之後 你有足夠的篇幅可以去把心得 充分的發揮 那這樣子也許才是我們比較樂見的情況 所以你看 因為這樣的限制 讓很多人不能夠暢所欲言 所以也許你有機會把文章寫得好 但是因為受限於篇幅 導致你虎頭蛇尾 那這樣子也許也無法真正去檢測出 大家真實的實力 所以我想是這個樣子 不過呢 其實我想在這裡 我們也可以同時去反應兩件事情 第一個 就是 人家都這麼貼心的 幫你把篇幅做調整 就代表他們在過去的評閱考卷的一個 經驗累積下來 覺得說 這樣的篇幅其實是 不太恰當的 所以我們主動做出了調整 讓考生能夠更好去因應 那所以 既然是這樣子 我們就應該去注意 我們下去答題 還是要去注意這個篇幅的一個限制 這個篇幅的限制 還是要遵守 再來 為什麼要讓你這樣子 就是他希望看到深潤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你要再把文章的焦點 更去做聚焦 然後那種個人的意見 我的感受 我自己比較獨到的想法 必須在文章裡面充分的表達 所以各位就是 你的個人見解 我們考你作文就想看看 你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你是怎麼想的 你的想法是否有趣是否獨特 那是否出人意表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寫的都很表面 那個問題大家寫起來都 差不多 說100份考驗感覺都差不多 所以少數有幾份 他比較有個人獨到的見解 他切入角度與眾不同 然後提出一個比較不同的觀點 那這才會讓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各位反而是 我自己怎麼想的 這個部分 你要讓人看到你自己獨特的論點 那這個當然我們在一開始動筆之前 就要好好去深思熟慮 所以個人的見解 有沒有能夠深入的發揮 這是一個你去寫這個東西 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常常在過去改卷子的經驗 看下來 我總會覺得 很多同學你就是做到 我把這個文章完成而已 我就是他問我一個問題 我把我想講的話就寫上去 大概滿足這個篇幅的要求 你就覺得完事 這樣子是拿不到高分的 你要有策略 也就是說呢 我們絕對不是只是讓你談這個問題而已 你是怎麼思考的 我有沒有把題目理解清楚 然後我自己怎麼樣在這裡面抓重點 然後再把這個正點 按照段落有效的呈現 這個其實是一個思辨跟邏輯 所以我們看到是考驗呈現的結果 但是這個中間其實我們要看的是很多的環節 所以如果你只是好像 我來應付他 我看完題目我大概在講這個 所以我就把一個類似的概念 我的想法就簡單的寫上去 把它完成 那你沒有去注意到這些環節的話 其實你很難拿到高分的 所以各位我們看一下就是篇幅的調整 但我們要注意 所以我們過去的考卷 當然 像郵局這種都是一個 相對封閉的環境 所以他們有時候比如說考那個外勤的那個 我們也不能夠去猜說出題老師是誰 總之感覺都很像那種國高中的作文 國文老師的感覺 他都考 尤其外勤 他就考一些閱讀測驗 然後考一些那個什麼國學常識 就很像我們國高中學的東西 然後呢這個 基本上 他們的作文題目看起來 也都是還蠻 一板一眼的論說文 都是沒有什麼 太獨特創意那種比較常 常看到的做人做事的道理 所以其實難度是不高的 而且我剛講他是個相對封閉的環境 所以 考試卷呢應該沒事的話不會隨便改 所以過去幾年我們看考卷都長這樣 你們看一下 在上面這個篇幅這一塊的最後兩行 考試寫作用詞的規格 每面是312個字 312個字 那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 你大概寫滿一面就是300左右 那所以如果你要寫到500字就頂多一面半 頂多一面半 所以到時候你們看 一格有幾個字 然後有幾行 一行有幾個字 有幾行 你們再看一下考卷上的支出規定 我建議你如果他一樣是300到500 你就在300的地方你自己去算那個格子 在300地方打個記號 在500地方打個記號 也許考試間那個格數怎麼會改 但是你們就是看當下 你在下筆之前我建議各位 把那個下線跟上線的位置 用鉛筆 簡單中間做個標註 提醒自己有在寫的時候注意這個字數的一個範圍區間 不要 沒有超過下線也不要超過上線 就做在這個中間 那當然你大概寫個 450到480 應該是比較合宜 有時候你寫到剛好那個零界點就剛好500滿 那也蠻危險的 所以你可能 450480應該比較OK 好 好那麼再來我們要談的是審題跟定值 這個其實很重要工作 如果說你題目沒有審好 我們常聽到什麼離題 答非所問 偏離主軸 然後寫歪了 這都常見的問題 但如果你答非所問 你沒有扣住提議 那肯定是很低的分數 因為你就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要你寫東你給我寫西 我要你寫南你給我寫北 那所以各位注意 題目一定要審清楚 這個題目審清楚 其實 說簡單很簡單 但是就我們其實平常 在一個月券的經驗當中 我發現 其實 會有很多考生 在不自覺當中 你都沒有去做好這件事 來各位看一下 我跟你講 我感受到的 我感受到的 很多考生 包含你們有時候在做那些文章閱讀測驗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是引導式作文 所以除了那一個 確切的作文題目之外 我們其實都會有所謂的引文 那這個引文就是一個引導文字 那利用這個引導文字跟各位敘述這個題目的意思 那是提供各位一些思考的方向 幫助各位去了解這個題目 要各位寫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肯定很重要 但是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不曉得同學們是怎麼樣 當然有些是這樣 你可能時間不夠了 我在寫 前面的考題可能浪費比較多時間 那麼 很多同學就是 我看標題就寫了 引文不看 引文不看 那麼你就很高機率可能會離題 因為一個議題可能會有很多的面向 如果我們在引文當中有鎖定某幾個面向 結果你寫的不是這面向 那就有差了 所以你一定要看引文 再來 即便有些同學有看 各位都怎麼看 你把那段文字當閱讀測驗看 看過去以後 得到一個大意 好像在講這個問題 得到大意之後呢 再看這個題目是什麼 就開始寫了 沒有真正的去了解 題目的引導 引導哪些重要的答題方向 所以各位引文要看 而且要看精準 要看精準 我們都是引導式作文 除了具體的標題之外 會附上相關文章或題詞說明 從這邊去指引考生 從什麼角度書寫 那藉由題幹的指引 那各位我們去找一些合適的素材 去組織文章 那因為篇幅有限 所以各位沒有辦法讓你去起承轉合了 你也沒辦法去分成四段五段 所以各位要去多聯想 一般來說呢 現在的考題方向是 讓你結合個人真實的生活經驗 獨立思考嘛 我這個人呢是什麼樣的人生歷練 所以從我的人生經驗當中 我對這個問題有些什麼樣的看法或體會 多半是這樣子的一個出題脈絡 那所以各位你應該就是要從你的生活經驗去著想 那去找到一些合適的內容來舉例取材這樣子 那同時呢要簡戀惡藥 因為你的篇幅很短 所以各位平時你就要練習去讀題目 好好的去讀題目 讓你能夠有足夠的經驗 在一個短時間的審題當中就可以抓住重點 你不能離題 所以引導文字不容忽略 所以有時候你仔細的看 人家連分段都幫你分好了 各位再來喔 還有第三段很重要 各位不妨別急著弱比 我剛才跟各位講 你要把時間花在動筆之前 其實這種短篇的文章很多時候 這個千篇一律 就是我們在改考卷 很顯著的一個感受 我記得啊 我之前呢 曾經不曉得是在一個平常的練習 還是在一個模擬考當中 我去出過某些題目 那我出了這些題目呢 那給同學寫 比如說我舉一個 要各位去寫一個我們的行善經驗好了 就是 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有做過一些好事 行過一些散舉 然後這個做散舉的經驗這個過程 還有我的心得感受 我是否覺得很快樂呢 那或者我這個當下 我在這個 當中 我感受到什麼樣的一個情緒 或者什麼樣的體會 那或者從這邊思考到 行善的意義等等 大概就是一個 故事加心得感想 這樣一個很簡單的文章架構 那可是呢 我們把卷子收回來大概一兩百份 改下來之後我是毛骨悚然 基本上除了少數幾位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經驗比較特別之外 基本上 不誇張 200篇 裡面起碼大概就是100篇左右 都是寫那一種 扶老太太過馬路 扶老太過馬路 不然就是 浪博愛做 浪博愛做 或者路邊有那個人 阿嬤阿公在撿那個資源回收 然後那個車子很重沒有人幫他我去幫忙 光這三種 要占掉100篇以上 甚至可能快進一百五 也就是說呢 怎麼會連這種經驗都這麼雷同 我看完這我就不禁在想我今天要是走在馬路上 我要遇到一個要過馬路的阿嬤我都覺得很困難了對不對 所以 哪有那麼多阿嬤在路邊等著你現在過馬路 這很顯然就瞎掰的 那所以各位 很大的一個問題 很大的一個問題 你能不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 寫出一些比較與眾不同的主題素材 這有時候呢 蠻大程度的決定了 你能不能夠在一堆 浮爛的考驗當中脫穎而出 就好像我每次上作文 我總會去分享一些 同樣是國文老師他們講的一些經驗 而且新聞也都會報導啊 只要那個作文題目是感性的那一種 懷念這一種 我的策略喔 所以 我也沒有要各位 刻意的 劍走偏峰 去找一些有點古怪的主題 有點冷屁的主題 但至少 我一般會跟各位這麼建議啊 我在審題 我在構思的時候 我會給大家這樣一個做法 比如說 我們閃過腦海的第一個念頭 我先把它壓著 因為那是一個想當然爾的念頭 可能很多人在那個作答當下 都會閃過很多類似的概念 所以我如果 讀完這個題目 我開始思考我可以寫什麼的時候 閃過腦海的第一個念頭 我們先壓著 因為那可能就是 最多數人會做的選擇 那我們再多花個幾分鐘想一想 有沒有別的 素材可以用 如果有我們寫那個別的 如果沒有我們再回過台用這個 我一開始想到哪一個 那多想幾分鐘 提出比較具有創發 或獨到的論點 包括你的心得或你要用的故事素材 都是一樣 再多想想有沒有更不一樣的 更特殊的 而且注意聚焦 注意聚焦 跟這剛剛都有提到 提出一個明確論點作為核心 懂文寫作跟一般的作文 我要長篇鋪陳不一樣 我可能要起程轉合 而且可能要涉及 比較多的層次 但是我們 因為篇幅很有限 所以你再去做多層次論述 很容易每個論述都只能寫一點點 你就會很容易發散你的重點 那很容易讓文章變得 每個地方都點到為止 好像很豐富 卻不深入 會顯得有點空洞 就會變得流水障 所以各位 焦點明確 有論有據 什麼叫焦點明確 就是我只有一個竹子 我一篇短文 你看300多500字 我只有一個竹子 夠了吧 再來就是 我提出這個竹子 我要有證據 所以你要有素材 這素材當然就包括說 你有沒有故事啊 不管是別人的故事 或自己的故事 或者有沒有一些 例證啊 名言家句啊 那去佐證我提出來的 主旨論點 只要這兩點做到 基本上我們的審題 就成功了 好